美国军方又爆出间谍丑闻 一名海军士官长至少七度向外国情报提供机密资讯 名叫佩迪希尼的士官长当时正派驻飞弹驱逐舰西金斯号 他之前分别待过魏伯号和麦克福尔号 2022年他才升士官长 被想到三个月后就开始泄密 根据海军诉状佩迪希尼在维吉尼亚维修中心服役期间就曾七度泄密 去年四月到神盾驱逐舰西金斯号报道也动作频频 五月中在日本横须赫港传递机密电脑图 被驻任美军发现拘留面临军法审判 至于去年八月遭指控向大陆情报员泄密的两名华裔军人 魏京超还有赵文恒 赵文恒的部分已承认在加州淮尼米港海军基地泄密 遭判处27个月徒刑和5500美元罚款 而魏京超目前人不认罪全案还在审理中 点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